那这边来看一下ZQ对阵GG的第二局上半场地图是来到了圣星医院 这边是GG选的图 然后现在我们红缝被搬掉拿出了他的绝火小提琴 这一首小提琴要面对这套阵容 抓的话感觉只能抓调象师了 铁桑的调象师看看会不会给机会吧 如果不给机会这把前期抓人还是蛮难受的 或者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进大房的点抓到这个祭司也行 这个小提琴看他带插眼而带闪现 底牌挽留的天赋应该是不太会变了 平我觉得还可以打倒 但是这张地图配合着这套阵容小提琴要赢 他开局抓人不能太慢 而且要通过防守去建立优势 比如说救不下来或者说打出双岛 祭司上来是在医院 一个调箱一个祭司要抓谁 看见了调箱这个位置通过一个小缝来看调箱 但调是这边不靠近你拉闲我也能够找机会来躲 锁定目标调是铁桑的调是看一下 一个翻板直接走香水放回 哎呦这香水放的好关键啊 知道自己有可能会被拉中香水提前放 这块板子的一个博弈拉开躲掉再走香水放出来 这两刀怎么就没打中 香水再回过来博弈哎呦打中了 nice这根鞋太关键了 那铁桑这边倒的有点快了 这个点位完了几圈下来是被一根本来看似封前面这块板子 但实则拉回来刚好打到后面这个点的一个前方这边选择撞就 一波直接撞撞完以后祭司好像有洞好像有洞 翻板加速往哪里走祭司的洞已经拉好了 那这边可能直接穿大洞了 拉是打是打中了调师 这边祭司两个洞直接是带走队友调师 本来的话如果不打中的香一波香水回香 然后是可以取消这个洞的一个残影的 现在的话前锋这里也过来干扰你一下对吧 你想要去找这个祭司找这个调师 我这边托你一手 嗯还好 只能说仙奥梦那个小提琴家几轮技能交的都太关键了 没能摸起来没能摸起来这波的节奏大伤 非常非常伤的一个节奏 等于说就是消耗了祭司的洞 消耗了前锋的球 然后是一个秒救 没有能够保下这个调香 那这里傭兵再来救一波 也就是说穷者投资的收益很低 这波投资了非常多 但是收益却很低 还浪费了太久 很久的一个休息时间 血亏了一个 一个哎呦我这里拉中了大龙 哇这小提琴家有点帅啊 几次的这个技能交的都非常非常的帅 简直可以用牛逼来形容 这直接挂飞 节奏往这边挨一个护壁台 怕你拉中我 有闪现 前锋拉开 这里逼道具 不让你有休机的时间 反手在看前锋这个位置 技能马上好 技能好了 这里来找谁 找前锋 交狂翔曲 捡前锋的数 打的确实非常非常nice 小铁那边说实话 前面其实溜的还挺好的 但是没有想到那根弦 时间没有结束 反手拉回来 就第一波打到了铁桑这个点还是蛮伤的 对于穷者的这边来说 第二波的一个想要进行一个全坑大挪的一个配合 但是呢差了一点点 如果那波小铁第二波闲不被拉中呢 一个香水回溯 然后穿洞的话也再拉没拉中 也是闪现过来追一刀 前锋补掉一台 穷者现在血线方面的话 佣兵这里先修完小防弹机 然后再找机会来找队友摸吧 这个祭司看到能不能溜起来了 祭司手上两个洞 在医院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个操作的可能性的 有很多的一个操作可能性 怎么说 洞打回来 闪现反正你现在没有 跟过来 这边一个洞进医院 抓祭司是真的难抓 这边再一个秒拉前 差一点点 美科这边反应很快直接一个回头躲掉了这波技能 那最后两台电机 看一下 怎么追 这个祭司真的太头疼了 这祭司再打洞回去 再跟你绕一圈 一个洞 哎呦 这里一个楼梯 然后再翻 应该是要倒了 但是要翻出去 不要倒地压室 差不多架在这个点应该是要没了 这个点应该是即使人不倒 这祭司也会吃技能倒 刀打不中的话 这边看一下是卡梦的前锋 脸上有一台机 拥兵这边先把目的的电机先点开 卡梦这边的电机差了20%左右 直接选择一波撞救 就完 祭司手上一个洞 这个祭司能不能扛一刀 扛住了 扛住的话 祭司可以走 这里反身回去 要抓这个前锋吗 不抓前锋还是追祭司 还是追祭司 前锋这里的电机得修开 求生者这把的一个残局 祭司一个人顶住了全部的压力 前锋没有球了 一拉 躲掉 好人带开 人带开 佣兵先过去修机 救人这个事情不着急 卡着 卡着祭司外罪重修一台 万一倒电机 倒在遗产间 佣兵这边过去摸 这台电机差的不多 差的不多 一个无穷动 没打坐 距离上面拉的比较近了 要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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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倒地 我们看一下谁来救 谁来救 是让佣兵来救 这边是不挂 准备去干扰佣兵的机 但是其实熊者外面 已经重修了一台了 这里来管这台电机 切了一个尸场 是不是切了一个尸场 切了个传送 这边好像底牌已经切了 切尸场了 完了 这一手尸场一切 那边已经早有准备 哇 这感觉给你吃了个套餐 这个尸场一切 对吧 这开门站的时候 就不好追了呀 我觉得谁来救呢 这里要挂地下室 好像这个尸场切完 那边电机压好 傭兵 就幸好是个地下室 地下室的话 反正对于小婷下来说保平还可以啊 保平还可以 应该是有机会能保平的 用平这边 要躲技能 哎呀 这个技能上天了 这个技能上天了 拉 拉中了 拉是拉中了 有搏命 那强行冲吧 强行冲 两个人强行冲 哇 这个上天的技能也拉中了 现在我这个技能说实话 交的真的非常的好 两个人拉开 两个人拉开 前方这边 找交互点 找交互点 技能没拉中 电机直接点亮 躲掉你的一个无穷洞 然后再绕一圈 直接下楼 两边一起下 傭兵直接点门 傭兵直接点门 祭司这里下来 傭兵有一个护币 祭司两个洞 拉开 拉开 那这一个前锋 现在是可以去开门了 有护币 一个护币弹 哇 大龙这个护币弹的也是好 板这边给你卡着 板这边给你卡着 一刀抽倒 但是你是一个失常小提琴 现在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来管这里的门了 前方这边开门是阻止不了的 也就是说现在求人者保平起步 会不会选择回升过去再打的话 应该是不太会了 虽然说有个大洞 在这个大洞 保这个佣兵得等他一刀斩结束才有可能 应该是平局了 祭司这边帮忙扛 哎 祭司这边帮忙扛音符 吃音符游戏 别人躲音符 这祭司吃音符 平局的话对于穷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这小提琴来说其实还是蛮亏的 只能说这里 这个祭司这个点中期6的太 96的太好了 这个祭司没办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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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